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2月12号 星期三 中国的疫情现在非常的严重 虽然习近平跟川普总统通话的时候说 随着天气气温的提高 估计到4月份SARS 不是这种SARS 是新型冠状病毒 他就会被SARS 所以他跟川普好像信心满满的说 4月份就会结束 但是显然这个过于乐观的预计 只能会让情况更糟糕 因为当时1月初的时候 当国务院系统人报告 应该采取当年跟SARS一样的措施来防疫 但习近平认为当时接近春节 还有很多大事要办 怕造成一种悲观情绪 不利于节日气氛 甚至当时的北京青年报 还发了一篇文章 就说不要让这个谣言破坏 节日气氛什么什么这类的 这种色论呢 实际上就是来自习近平本人 所以呢 这种人是浩大喜功 喜欢凑热闹 喜欢搞那些烘托那种 节日繁荣的气氛 那么我个人的预计呢 是要起码要到八月份 在到之前我已经提出了这个预计 这个我认为一方面是由于 到了七八月份气氛比较高 另外呢就是说 从防疫这个角度来讲 就算是利用上美国的这种 所谓特效神药 要在全部的感染病人身上应用 并且能够产生比较好的作用 然后呢持续 不会发生这种反复的话 估计还要相当一段的时间 那现在疫情这么严重远 不是官方所说的 有几万人感染 有一千多人死亡 这个数字可能后面加上一个零 才比较接近于真实 所以我想这个事情 没有那么轻松啊 另外呢 说是到 就是到四月份结束 那四月份结束 人大这个政协两会 它也没办法开了 因为毕竟不是中国规定的一般习惯 就是三月初开始召开 所以呢到四月份结束的话 它就算是还想开的话 也应该放在五六月 五六月份去开了 所以今年的两会 至少从时间上来讲 它受到影响了 不能按时召开 这已经是很确定的事实 然后呢我们看到 有一个信息来源 就是设在香港的 就是总部设在香港的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 在二月十一号 有一个报道 说中共的军队武警中 疫情非常的严重 中央军委已经下达了 十二个紧急通知 对疫情工作领导 银区和家属区疫情 还有隔离观察等方面 做出严格规定 如果违反规定的话 会受到党纪军纪 甚至是免职的处分 另外呢 中共的海军空军陆军火箭军 也都做出了不同的疫情防控措施 比如说空军全部设立飞行员隔离区 地情人员不容许接近或者接触飞行员 这就意思就是说飞行就要停滞了 因为大家知道飞行员要起飞的话 它跟地情人员必须有接触啊 就是这个飞机哪些地方需要调整 不可能说绝对不接触 那不接触就不要飞行了 然后执行重要训练任务的飞行员 被要求暂时不能回家 同家属接触 报道还说 中共海军也出现了严重的疫情 位于海南三亚的海军潜艇部队 有一名军人确诊 有300多名海军军官和士兵被隔离 原来就是打算是在2月份 进行的核潜艇重点训练 也不不得不延期 延期到什么时候还不知道 那么另外呢 位于三亚的中共海军总医院 海南医院 准备为3000名海军官兵 做新病毒肺炎样本测试 重点是 有近期出海训练任务的潜艇人员 那么一般来讲海军潜艇啊 如果要讲有一个人感染 那个潜艇里边是封闭环境 那就是全体都会受到感染 而且潜艇出行的话 一般来讲都在一个星期以上 那么这一个星期假如说相互感染 又不能这个得到救治的话 可能就是只会加重疫情 死亡人数会很多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带病毒的话 那么整个潜艇都会 而且潜艇人员是经过非常高额资金投入的训练 才能够培养出一名合格的潜艇人员 大家想一想这个如果潜艇上有几百人 这几百人呢每一个人都投入了巨额的资金进行培训 成为能够合格的战斗员或者是保障员 然后呢如果因为病毒感染就造成这个战斗力的丧失 那么对于中共海军来讲的话威胁非常大 还有呢就是在武汉在湖北省都有一些军队 还有武警受到严重的感染 比如说在湖北有10个军人15名武警已经被确诊 这些被确诊的军人和武警呢分别是在校赶的空军 空降兵医院还有呢武汉的中部战区医院 武汉战区武汉这个医院里面 以及湘阳的军队911不是911是991 湘阳的部队991医院来住院 然后呢当地有1500名军人 还有一千名武警正在被隔离 另外还有20多名军警的随经家属 已经被确诊是患上了这样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但是军队的疫情呢一般中共军方呢是不愿意向外公布的 这可能也是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思 所以军队的疫情外界并不知道 呃现在呢就是说军队里边的呃大型的演习集训 政治学习基本上都停顿下来了 也停止放假不准出去探亲 呃所以呢这个情况是在军队几十年来罕见的 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另外还有一些重点审视的部队 如果条件许可的话 他们的联级团级单位分别设立隔离房隔离区 然后呃后勤采购呃催事以及其他方面的 比如说车辆管理这些方面的人员 他们跟外界接触的机会比较多 现在呢就是说呃要求他们基本上断绝跟外界的联系呃接触 然后继续至少要隔离14天时间 但是现在的说法呢14天还不足够 所以有的时候潜伏期可以长达24天 呃中南山现在也跟以前这个口径发生了一些变化 就是觉得好像这个新型病毒比他们预计的还要严重 呃另外呢他也对李文亮医生的这个趋势感到伤心很难过 还流出了眼泪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说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况呃 远远超出了呃17年前的萨斯那次疫情 那么各个省市现在的最新通告都要求 疫情数地化军队武警如果发现疫情的话 必须告诉报告当地的机构 呃但是机密文件规定 如设军事机密军队疫情可不承报 所以目前军队和武警的疫情并没有向外界公布 呃1月30号的时候 武汉的武警湖北省总队机动支队呃 呃龙盘龙城营区呃 呃有一个人确诊300名武警官兵被隔离 然后湖北校感的一名空军保障部军官 被确诊成性型冠状病毒以后 有200多名现役军人都被隔离在校感市 一座空置的军机机库里面 另外还有在西安的火箭军工程大学内部 有一个公函 说这个航天寺院的一位技术人员 呃也是火箭军呃军人的家属 受到了感染 导致整个家属区被隔离封闭 所以从这样的一些信息可以看出 一方面中共的军队和武警官兵 呃这个受到了严重的感染和这个传递 所以呢对中共的战斗力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包括所谓的维稳 那么这一点呢恰恰是中共最不愿意让外界知道的 所以他们要封锁消息 军队的疫情武警的疫情并没有向外界报告 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 就是这次疫情的这种掩盖的情况 要比我们想象的严重的多 所以我刚才说加一个零 可能还算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那么现在呢官方统计说一千多人死亡 然后呢说是有几万人受到感染 现在我们估计这个受到感染的人数 已经超过三十万人 这个然后死亡的人数超过一万人 这是我们觉得比较客观的 或讲保守的估计 不管怎么说吧疫情这么严重 这个习近平迟迟到昨天才在北京露面 而且在很安全的户外 像一些围观的群众挥挥手致意 仍然有那么多的渔民在喊习大大好 习主席好拍马屁的那个好像遇到了皇帝 皇恩浩荡 皇恩怎么浩荡呢 皇帝都不体恤民情在最危急的关头 都没有到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去视察 躲在安全的地方 据报道说这个习近平最近这段时间 就没有住在中南海 不知道住在一个什么特别的地方 跟中央其他领导人也都隔离的 分开的 所以现在中共中苏机构实际上 也基本停止运转 不像以前那样正常的运行 所以这个 中共确实是 从它的这个运行机制反应机制来说 确实非常的落后 遇到这样的疫情基本上是手足无措 那么最可怜的 最倒霉的还是中国的老百姓 你看看武汉市有一些人 家里边有亲人受到了感染以后 真是呼天天不应 呼地地不灵 请求援助请求医院 都不会得到援助 邻居也不会上门帮忙 所以你看到有一些妇女 在那个楼上绝望的大声的喊 敲着脸盆大声的哭喊 但是没有人去帮助他 不要说这个还没有被送去医治的人 甚至已经死去的人 又不得不放在家里面放几天 这个殡仪馆忙的没有时间上门来搜尸 然后我们看到昨天的视频 还有照片 有三个孩子被装到一个果实袋里面 可能说是为了节省果实袋 本来应该是一个人一个 但是三个孩子被放到了一个果实袋里面 这就说明果实袋严重不足 也就说明死亡人数特别的多 过去的一个说法说这个传染性不是那么厉害 致命性不是那么厉害 还不如萨斯厉害 还说呢一般只是老年人 只有到65岁以上的老年人 死亡的概率才比较高 当时白岩松和一个所谓的专家 两个人还特别兴奋的笑嘻嘻的说 好像说问题不大 只有老年人65岁以上老年人才会 危险性比较高 当时呢就遭到了网友的 非常的愤怒的这个抨击 说你们家都没老人啊 你们家老人都死绝了 为什么老人就无所谓呢 而且现在已经被事实证明 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 那些专家完全是饭桶 而且还敢大胆的胡说八道 不负任何责任 现在你看这三个孩子 从年龄上来看 也不过这个十岁 可能都是三个都是十岁以下的孩子 这完全说明那个专家是胡说八道 而且我们也为这么年轻的 这么幼小的生命都离开了我们感到痛心 每一天讲到这些时候呢 心情都非常的不好 这个但是没办法 我们还是对于每天 中国发生这些事情 还是要面对还是要进行评论 另外这个日本的疫情 这几天也加重了 就是说日本发现的越来越多 我们到时候会专门做一个专题的这个报道 那么现在呢 这个 中国 现在美国航空公司 三大航空公司 这个停止飞行 这个决定已经延期到四月底 原来是说三月底或四月底 现在已经确定是延到四月底 到到时候可能如果疫情 并没有解除的话 还会向后延迟 好先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